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幅度需要多一点的练习 你要了解所谓幅度在哪里 还有它的轨迹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两个人一组 然后在高抛的过程你自己去调整 那待会会跟一样是Keeper的总教练 张明燕来操作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找到所谓的轨迹之后 你会发现有一个制高点 制高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需要操作的这个过程 制高点出现 然后轨迹你很清楚 你必须要后退 在制高点后退一到两步 接着落下来的时候 我们往前接球 那这个重点很简单 制高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站在它的正下方 很容易超过 所以往后退两步会在一个最好接的位置 那往前接球 接到之后 你在家穿球会很轻松 好 那我们待会操作这两个步骤 来 张教练 所以在练所谓的高飞球的时候 一样也都是练到两个人 高飞球 如果丢太远的话 他就接不到 OK 好 所以高抛的时候 接球的位置一样在我们胸口正前方 所以要脚部的移动 轨迹看清楚 我们第一个练的就是轨迹 对 张明彦干嘛一直笑 有问题吗 在前面 哦 好 要后面一点的话 像这样子他会接不到 所以轨迹很重要 OK 好 OK 看好轨迹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比较难 那我们高抛出现之后 你会知道轨迹跟它的比较高的高度 那你必须要稍微后推一点 所以我们一开始可以近一点 那你可以这样子刨 高抛出现之后 对 发现它的制高点 往后推一点 然后再往前接球 OK 那这个你可以用反手这样抛球 比较好练 对 这就是基本的所谓职棒选手 美国大盟选手都会做的基本动作 好 来 高抛出现之后 因为刚刚制高点出现的时候 我的距离已经够了 所以我只要往前就好 那如果比较靠近头顶的话 你可能要往后退 那可以这样练 出现比较后面的 就往后退 那退到底之后 还可以有一个往前的动作 OK 高抛 然后再往前 对 那张明燕的膝盖比较好 所以他的动作可以比较敏捷一点 那正常就要像这样子 OK 往后 然后再往前 往后 往前 对 把这个动作做顺 你在传接球的部分 你可以比较好接 不会超过你的头 然后要传接球的时候 又有一个动力 OK 那我们先做正常轨迹的训练 好 来 三个 三个一组 两个 两个一组 那一样我们是初学的话 也可以先用网球 好 先熟悉一下高抛的轨迹 一样 这个训练都是两个 两个人都有练到喔 丢的要练你的准度 接的要练你的高飞球的轨迹 最好移动到胸口的位置接球 来 张教练 所以在高抛的过程 你要移动 移动到好接的位置 对轨迹要了解 那就多一点的训练 每一颗球的轨迹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做判断 还有做脚步的移动 再来到好接的位置接球 所以每一次都要接在靠近胸口的位置 好 OK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来 我们靠近一点 我们制造一个制高点 制造制高点之后 接的人 你可以看制高点 因为我们比较近 你大概后退半步或一步就好 然后再往前接球 制造这个接球的比较大的空间 还有接球完的动力 OK 来 对 可以一开始抛高一点 好 我们直接执行 来 张教练 那如果最好的话就是加一点声音 比较大声音 比较大声的 OK 好 接球 再传球 至高点之后 要有一个往后再往前的 好 很好 好 很好 往后再往前 来 我们再做三次哦 你没吃饭吗 还没 大声一点 好 很好 OK 张教练的那个动作是很正确的哦 来 再掌声 好 很好 最后一个 来 好 九局下半 两出局接到球之后 就结束了 九局下半 一出局三类有人 接到球之后要回船本蕾 看有没有办法完成双杀哦 喊声 来 本蕾 这边 好 双杀 OK 很好 来 回来 高飞球需要多一点的训练 所以 只是单纯讲的话 可能 感觉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借由 所谓的训练的话 高飞球的这个过程 还有接船 就会比较顺畅 那我们高飞球就到 今天 OK 那 来 我们到这边 下一个步骤 最后我们要做的是打击 打击难度比较高 那我先讲解打击的部分 初学者的话 我们要有器具 球棒 然后还有踢座 踢座大家会看到 那再来就是 我会教一些简单的步骤 一开始是站姿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如何在好的位置 打所谓踢座 还有所谓的击球点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式的挥棒 跟打击 好 我们马上来操作 然后我们要请张明燕教练 怎么那么慢 来 这边 好 那我们靠近一点 在这里 然后我们请到这边 好 来 第一个我们要教的就是 所谓的 如何 打击的站姿 还有如何握球棒 来 我们站中间一点 站姿的部分就是 大概双脚 与间同宽 或者是大一点都可以 就是像张明燕教练这样 再来球棒的部分 我们球棒把它放在前面 然后呢 我们中间 虎口的部分 还有手指的部分 刚好形成一直线 把它握住 像张明燕教练这样 握住之后 把它握起来 好 这就是我们大概握棒的位置 然后拿起来之后呢 双脚 与间同宽 那我们一开始在出雪的时候 希望站直一点没关系 我们的轴心站直一点 手的位置就放在靠近右肩这里 要高一点 低一点都可以 那最主要就是 舒服的位置 让你出棒的轨迹 可以比较顺畅 好 所以张明燕教练 就是放在右肩的高度 那稍微微微的蹲低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挥棒了 但先不要打球 我们先空挥 来 刚刚的站姿 然后围蹲之后 记住哦 挥棒的力量 是从我们的下半身上来 所以力量都是由下往上 所以你在重心的移动的时候 旋转都是靠所谓的臀部 还有腿的力量来带动 上半身是维持轻松的 我们试看看 来 我们请张明燕教练的挥棒 有点丑 没关系 来 我们请他再挥大力一点 来 你可以发现 张明燕教练 他在挥棒之前 会有一个力量的转移 会稍微往后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 在力量带动的时候 可以比较顺畅一点 所以他只是微微的 稍微靠身体的旋转 然后最主要力量来源 就是靠矿关节 下半身传上来 记得用你的身体去带动 OK 来 再一次 有没有看到 他这一个部分做得非常漂亮 把整个力量带动出去之后 球棒只是很直线的 放到击球点而已 来 请再一次 好 这是挥棒的部分 那下一个阶段 我们就是打梯座 一开始好像很难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运用一点 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要运用类似 收打的方式 请张明燕 把击球点的位置 击球点就是大概你 左脚正前方 然后在一个红中的位置 这个就是你好的击球点 那我们要进行收打 收打的目的很简单 收打的过程会有一个轨迹 这个轨迹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因为用自己的身体记忆 记忆点才会很明显 我们用讲解的部分 每个人理解状况不一样 而且执行也会不一样 所以以自己 当自己的教练最好 所以一开始用收打 收回来之后会有一个轨迹 就照这个轨迹去挥棒 比较容易击中球 来 我们请张嘉燕执行看看 好 对 那目的就是挥棒的轨迹 出去之后 照着自己挥棒的轨迹去击球 用这样来感觉 OK 好 再一次 好 好 这个没有打得很好 没关系 我们请张明恩教练 正常的挥棒 一样用收打的方式 大力挥棒来 试看看 来 好 很好 来 再一颗 张明恩教练好像没吃什么饭 可以再大力一点 对 所以到最后的进阶 就是呈现这个状态 那如果 当你熟悉之后 你可以用单手 单手的部分是要让你的轨迹更清楚 单手的目的就是让双手更顺 OK 来 请张明恩教练执行单手 对 让你的轨迹比较清楚 好 我们再回到双手 因为打击难度真的很高 所以我们就是运用这个过程 让自己的轨迹击球点可以更精准 好 再执行一次 哦 没有打好 你看 上面就是 难度很高 可以认真一点吗 好 好 非常地认真 好 最后一次哦 OK 很好 所以踢座它是固定的 那你的挥棒 要去match它难度很高 所以我们就继续训练 好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用收打的方式来执行 然后 一样两个两个一组 那我们直接执行 好 一开始我们希望空挥 好 然后要注意安全 有分左右打吗 你是左打右打 右打 右打好 右打在这边 来 我们后退一点好了 过来一点 好 OK 不用正常的话 踢座 来 我们后退一点 好 OK 你只要站在这边它不会打到 好 所以它棒子飞出来 因为没那么过 好 你先空挥 那棒子要握好哦 好 明天嘉宁会不会太近 OK 距离OK 好 空挥几次之后就可以执行收打 来 你的部分再低一点点 好 调整到一个你的击球点 好 来 等一下 执行刚刚这个 手 球棒放在前面 收回来 打击 好 可以 可以 因为它已经是比较进阶了 所以你可以执行正常的挥棒 好 诶 不错哦 有在练吗 没有 哇 这么厉害 来 那你这个过程轨迹会比较清楚吗 从前面开始 这样收回来 击球点会比较清楚 来 哦 很好很好 那我们打五次换人了哦 哦 考虚得把话 然后到你这边 这边可以强 最后一道 有在双子 摩尔是不是 这边可以打击 满球 满球不用啊 用那个吗 用那个吗 满球 满球 肩膀可以轻松一点 你会觉得没力量对不对 靠你的身体的旋转带动你的力量 让你的肩膀是比较轻松的 很好 二两安打 车步边 肩膀轻松一点 力量从下半身 好 让你的轨迹清楚 轨迹轻松一点 对对对对 很好很好很好 维持你的专注喔 打击要专注喔 很好 让你的力量顺畅的过去 用身体的力量来带动 球棒会变得很轻 漂亮 很好 左打 很好喔 这跟投球也有一样的概念 力量都是从 下半身上来 然后运用髋关节的带动 接着球棒再出去 齁 上半身这边是轻松的 OK 很好 力量从下面上来 越稳定的话 你的击球点会更精准 齁 很好 很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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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球的瞬间 来 你一样站 你站到刚刚的位置 好 比在击球点 记住喔 打到球对不对 把你的屁股 整个再做完 然后手延伸出去就好 OK 不用打到之前就不用 你不用去翻 好 延伸的力量是靠身体把它做完 然后把球棒推出来就好 试看看 对 把力量做完 很好喔 然后把你的力量往前面释放 来继续 再一颗之后换人喔 很好喔 好 下一位 记得把动作做完 把身体的力量全部用上喔 哎呦 根本就是练夹子嘛 好 我现在需要进阶 OK 来 你打到球之后 力量就断掉了 我需要你 手 打到球之后继续延伸 不要去翻转 延伸到底 不能到底 对不对 屁股把它继续转 再转再转 到底 OK 但是力量是往前面 好 不要不要翻手转 你需要高一点 我需要你用到更多身体的力量 肩膀可以轻松一点 很好 但不够 我需要你 这边的力量用上 很好 好 不够 再来 还可以 很好 但不够 还可以 打到球的时候 力量不要断掉 直接再往前延伸 延伸 不够的时候 把这个屁股做完 OK 来 很好 还可以 身体让它是 这个就像一个鞭子一样 用你的身体去甩动它 这个架构做好就好了 好 来 很好 可以更好 来 再一颗 屁股力量 OK 很好 不错 好像有 我好像不太会 来 你来 等一下 你站的位置 击球点 这个是打击区 那你击球点的位置 大概在哪里 没有打击 对 对 来 你可以站近一点 对 正常我们打击 你可以看一下 你是这样对不对 但正常我们的击球点是稍微转到正面 对 对 来 好 从这个动作开始收回来 然后再照一样的轨迹挥球 所以你正常在击球点的时候 你的臀部 来 我要讲的就是击球点的位置在这边 对不对 你正常击到球的时候已经转到前面 所以你是这个动作收回来 再旋转出来 你看 我这边 所以这个动作是要用到你的下半身 还有你的轨迹 这样 你看我打一次 急了点这样对不对 收打 收回来 来 来 他会有一个轨迹 收回来之后 照刚刚的轨迹下去出棒 你比较容易打到球 来你试看看 对 他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收回来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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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难度很高 所以我现在需要你 这样对不对 收回来对不对 收回来 就出棒 好 然后维持住击球点的感觉 先击中球 打到啦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感觉 让他在回来的时候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这个轨迹 照他的轨迹来走 那不要停顿 诶 同学 这样太危险了 不要在打击者的后面 我们到这边 来 有没有打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打到自己 有啊 很好啊 先 先学会击中球星 我们再慢慢调整 好 对 对 对 很好 感觉怎么样 好像不错 对 好 继续 交给你了 哎呦 不错哦 来 下半身的力量会用的 对不对 好 我现在要求你上半身 上半身要击球的时候 不要前傾 稍微站直一点 让你的身体是 有一个旋转的力量 然后你手的位置 我需要你做一个黄金三角 稍微往后拉 一样面对前面 这个架构把它做好 所谓的黄金三角 就是你的左手右手 把它架好 然后轴心 接着再运用你下半身的力量 好 OK 很好 再来 很好 我需要多一点 下面上海的力量 还有旋转的力量 多一点 很好 很好 好 再一颗 OK 100分 好 来 我们过来这边集合 来我们请到这边 来我们请到这边 刚刚做了高飞球的轨迹 还有我们往后退一步 那再来就是做打击训练 打击训练是真的比较困难 那但是我们可以藉由一些 简单的步骤 先确实集中球星 然后让打击的部分 会比较有趣 那慢慢我们再来调整 那有很多很基础的部分 除了踢座之外 我们还可以打踢 那这部分我们踢座熟悉之后 自己可以慢慢进阶 但是踢座 连到职棒选手 在美国大战盟的部分 到比赛的时候 他们都会运用 所以先把踢座练好 对于基本功是 很有帮助的 那大家可以投稿 到爱运动 对于打击上面 有些问题 或者是让我来看看你的动作 我们下次来解答 那请问学员今天 开心吗 那我们特别谢谢 KEEP的总教练张明晏 来我们请到这边 虽然有些动作不是很标准 然后偶尔没有吃饭 没有什么力量 但是非常谢谢张明晏教练 好 那我们今天 爱运动的打击 手背还有传接球 我们到这边结束 拜拜 拜拜 脸书又调整演算法了 小编很怕你会漏看 爱运动的精彩节目 现在请跟着我这样做 点开追踪中 把设定改为强先看 别忘了还要开启通知 这样就可以掌握爱运动的内容 还有还有赶快追踪我们的IG 以及订阅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爱运动陪你健康帅气美丽 常常还可以拿好康哦